how Her 楚遙我回来了 这么黑 怎么不开 等 讨厌 呀 你怎么回来了 既然你看到了 我就不瞒你了 我爱的人一直都是小小 我根本不爱你 姐姐 我说过了 柳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楚阳也是我的 你就认命吧 跟我争的后果 可是很严重的 从始至终 他就是玩玩你 你干得不错 过两天我就带你回家 正式宣布 你是我男朋友 童楚阳 你记得你当初 对我说过的誓言吗 你敢违背誓言 你就不怕被雷劈吗 姐姐 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誓言 还被雷劈 我知道姐姐喜欢童楚阳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啊 可谁叫 她是我看上的男人呢 姐姐还是另命良人吧 或许妹妹心情好 就疯你一马呢 好想吐 你可真是好样的 你给我记住了 我柳家不是你高攀得起的 今时今日 你妄想攀上柳小小 便能够得到柳家的东西 只怕你无福消瘦 这张嘴脸 居然是我曾经深爱的人 好想杀了他们 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只是离开这个令人作呕的房间 我亲手布置的房间 好想象 大小姐的身子没有大碍 不过是受了粮 这才一直昏迷不醒 按照这个方子 每日服用 醒来只是早晚的事情 谁 这是什么 喂药吗 好苦 劳烦曹太医了 巧儿 送曹太医出去 太医 巧儿 这两人是谁 古色古香 美人屏风 红林木的窗窍 精致的玉器和桃瓷花瓶 是 什么 这是 哪里 难道因为童楚洋那个渣男 我穿越了不成 大小姐 您醒了 方妃姐姐不知道该多么高兴呢 大小姐身子哪里不舒服 快告诉桃妈妈 我想喝水 桃妈妈 大小姐怎么样了 我想喝水 桃妈妈 大小姐 大小姐 您终于醒了 真是急死 方妃了 王爷也实在是偏心了些 大小姐是低章女 明明病得更重 却将太医都请到宜兰园去了 王爷 我是王爷的女儿吗 方妃呀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 大小姐心里难受都能忍住 我们做下人的更是要闭紧嘴巴 这么多年 大小姐活得这样艰难 我们呀 要体谅她的难处 桃妈妈教训的是 你 你们是谁 这里是哪里 我是谁 巧儿去叫大夫 是 小姐 我们两人 您认识吗 这 回王爷 大小姐因是惊吓过度 造成失忆了 劳烦曹太医了 双双啊 我是父王啊 还记得吗 我不认识你 小姐 王爷 求王爷给大小姐做主啊 把皇子跟大小姐的亲事 是王妃在世时就定了她 怎能说变就变 大小姐 这是伤了心哪 原来即使是穿越了 自己还是母亲造事 好好服侍大小姐 原来 这里是沐王府 而我的原神柳双双 则是沐王府的长女 父亲和祖父 世代是数位边境的大将军 母亲早逝 侧妃扶正 妹妹从庶女变为嫡女 而这个倾国倾城的妹妹 才是八皇子的心头好 没想到在二十一世纪 被同父异母的妹妹 抢了男人的自己 穿越后的命运 竟同出一辙 还在因气不过退婚 偷胡自尽时 被这妹妹给救了 小姐 您别难过 八皇子想要退婚 还要太后娘娘同意呢 不过既然是妹妹 救了我的性命 我这个做姐姐的 也该去看看妹妹才是 小姐 这 不必劝我 我知道你们服侍我多年 容不得我有半点差池 可我到底是穆王府的长女 小姐 前面就是二小姐的院子了 二小姐 大小姐来了 大姐来了 快请坐 可巧 刚刚妹妹还跟碧柳说 要去探望大姐呢 大姐 是你 你们都出去吧 我要跟姐姐 好好说说话 是 小姐 在这里都能遇见你 真是阴魂不散啊 到底是谁阴魂不散呢 即便你是王府长女 可王妃 可是我亲生母亲 就连姐姐你的未婚夫 都拿我当心头好呢 柳小小是现任王妃所出 即使穿越了 她还是占尽优势 不但备受宠爱 还倾国倾城 就连皇子都为了她 不惜要毁了与自己的婚约 就连姐姐你的未婚夫 都拿我当心头好呢 柳小小是现任王妃所出 即使穿越了 她还是占尽优势 不但备受宠爱 还倾国倾城 是吗 既然把妹妹你当心头好 这婚退了就退了 没什么可惜的 小姐 您刚醒 身子弱 喝杯身茶痒痒神吧 这身应该饶过很多次了 寡淡无味 相比起宜兰园 那些珠莲兰花 方妃 你去将巧儿叫来 我有话对你们说 是 我在这王府中不受宠 你们是知道的 如今我即将被退婚 处境堪忧 你们也跟了我有些年头了 如果想离开府里 或换个主子 我给你们些银钱 让你们走 不可啊 大小姐 奴婢愿意誓死追随大小姐 大小姐 当年王妃产下你就过世了 这么多年 奴婢从未想过离开这王府啊 妈妈的忠心我懂 我从未怀疑 这么多年 多亏了妈妈照顾着我 眼下不仅自己穿越了 柳潇潇也跟着一起 依然是自己的妹妹 竟然还在抢自己的未婚妇 不过那样的男人 我也不稀罕了 我一个王府长女 何愁找不到如意郎君 这王府里 我处境堪忧 唯有桃妈妈跟方妃能信任 但巧儿一直在外院 年纪小 心性未开 既然打定主意跟着我 我定然要争上一争 将来也好替你们 谋个好归宿 是 大小姐 大小姐 来日方长 柳潇潇 这一世 我定不会再跟上一世一样 父王要找我 是 王爷让大小姐去华厅 你可知道 父王找我是有什么事情 说是宫里来人了 容老奴说句不该说的话 眼前人也非良配 大小姐要保重身体才是啊 我在这王府不受宠 人人皆知 这管家倒不是个势力人 那就劳烦成书带路了 王爷 大小姐来了 父王 女儿来迟了 双双见过父王 见过母妃 你先坐下吧 叫你过来 是有点事情要跟你商量 想必这就是王妃了 她年轻时一定很冒昧 看她的女儿柳小小就知道了 谢父亲 父亲但说无妨 八皇子想要退婚 娶你妹妹 父王想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 姐姐 对不起 小小跟八皇子 真的是两亲相约 若不是因为这个 小小断然不敢跟姐姐争强 不敢跟我争强 在父王面前演戏的本事 可是真不错 妹妹快请起 这次婚可是太后娘娘下的意志 只要八皇子能够求得太后娘娘解除婚约 姐姐自然替妹妹高兴 不过是一对狗男女 凭自己王府长女的身份 还怕将来出不了这口气 这次婚可是太后娘娘下的意志 只要八皇子能够求得太后娘娘解除婚约 姐姐自然替妹妹高兴 不过是一对狗男女 凭自己王府长女的身份 还怕将来出不了这口气 小小 你也听到了 你姐姐做了最大的让步 父王 既然八皇子无异女儿 请父王同八皇子一起进宫 请求太后娘娘解除婚约 你真的想清楚了 是 女儿这辈子不求荣华富贵 但求一心人 若寻不到这人 女儿愿长办青东古佛 快快起来 此事父王也无能为力呀 但父王必会让皇家补偿于你 景色真好 妈妈 咱们去亭子歇息歇息 小姐 你身子还弱着 可不能受凉了 就一会儿 去准备些点心来 真好 这样清静的地方 可以待上一天 自己和柳霄小都来了 童楚阳那个渣男 丁氏也来了 该不会 他还穿越成 自己的未婚夫吧 唐妈妈 八皇子可来过王府 大小姐 八皇子刚刚来看过二小姐 便走了 看来八皇子就是童楚阳了 不然柳霄小 不会那么得意 好了 陶妈妈 我们走吧 是 大小姐 你可回来了 二少爷来看你了 二哥 二哥 你怎么来了 妹妹 你身子可好了 二哥 我没事了 怎么没事 你这彩和轩甚是简陋 茶叶都是次品 二哥不在京城 他们竟如此欺负你 二哥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 大小姐 二少爷 成书来了 说是老爷有话给大小姐 见过二少爷 二少爷 是何时回府的 刚回来 这不是先来看看二妹吗 我这就去遇见父亲 二少爷慢走 大小姐 王爷要带大小姐进宫 请大小姐速速收拾一番 进宫 小姐 这衣服 是不是速了点 无妨 好歹雅致 双尔来了 快上马车吧 这衣服 罢了 快些出发吧 这小贤人穿得这样素质 是故意让王爷以为我虐待你不成 此次进宫 你这婚约定是成不了了 臣与小女拜见太后 平身吧 穆王可是有什么事情 想必太后娘娘已经知晓八皇子与小女的事情 不管八皇子娶了 不管八皇子娶了穆王府长女还是次女 我穆王府都应赶念皇恩啊 可双双子有丧母 臣一直有驻军在外 未料到这孩子如此福宝啊 哎 哀家知晓了 传八皇子速到慈宁宫 遵命太后娘娘 穆王为国尽忠 助手边关 哀家与皇上深知穆王爷的忠心 哀家会给穆王爷做主的 多谢太后 慕王为国尽忠 助手边关 哀家与皇上深知穆王爷的忠心 哀家会给穆王爷做主的 多谢太后 依太后的意思 想必就算我那便宜妹妹能嫁给八皇子 恐怕也会被人诟病 皇祖母 儿臣来晚了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皇祖母吉祥 皇祖母叫儿臣来所为何事 你要去穆王府二小姐 你可知你与穆王府大小姐的亲事 是早就定了的 皇祖母息怒 定下亲事时 孙儿上晓 孙儿如今长大 只想找一个喜欢的女子 朝夕相伴 好一个朝夕相伴 真是一对狗男女 听着声音 定是童楚阳那个渣男无疑 八皇子 您是皇子龙孙身份尊贵 可我的女儿 也不该受这样的侮辱 荒唐 楚阳你行事出阁 还不去你父王那里领罚 儿臣遵命 穆王爷 既然楚阳与令爱无缘 哀家特许令爱 可在京城内随意选序 只要尚未娶亲 哀家亲自下旨赐婚 对了 皇祖母 儿臣突然想起 五哥不是还未娶亲 五哥年少英才 父皇当初也是十分宠爱她 你 太后娘娘不可呀 五皇子她 她 柳怀明 你好大胆子 五皇子身子虽弱了些 到底是皇家长孙 陪你一个王府长女 还是绰绰有余 回太后娘娘 臣女愿嫁给五皇子 双双啊 不可呀 父王为女儿讨公道 女儿感激涕领 只是 女儿心意已定 现如今 要是我那便宜妹妹 真的嫁与八皇子 第一个就是要弄死 自己和二哥 这五皇子虽有隐疾 到底是皇子 柳双双 居然是她 没想到 他们两姐妹竟然都 穿越过来了 不过前世他们是豪门 这一世是我出生在天家 真是天助我严 好孩子 你嫁过来就是皇子妃 将来就是王妃 爱家亲自给你下旨赐婚 你成亲当日 爱家定会赏赐给你一份丰厚的嫁妆 谢太后娘娘 妹妹 终于出来了 怎么样 二哥 父王 双双 父王他 太后刚刚下旨 我要嫁给五皇子了 五皇子 满京城谁不知道 五皇子年幼中毒 一直靠太医院训命 指不定哪天 就一命呜呼了 什么 皇祖母要给我赐婚 对啊 就是穆王府的大小姐 只不过 这位大小姐据说 没有二小姐长得美 平时出门也少 本皇子的妃子不是谁都可以的 说不定皇祖母这是白费力气呢 这可是太后次婚 我看你不如娶了 穆王府分量很重的 娶一个时刻监视着我 还有可能知道我秘密的女神 这事我可帮不了你啊 别指望我 娶一个时刻监视着我 还有可能知道我秘密的女神 这事我可帮不了你啊 别指望我 也罢 难得皇祖母赐婚 满京城可没人真愿嫁于本皇子 这大小姐倒挺有意思 站住 给我去盯着那大小姐 是 这大小姐可真是倒霉 这位皇子之前几次说我意思的人 可是死得很惨 真的 大姐她真被赐婚给五皇子了 太后娘娘只是口谕 不过你放心 该是你的 母妃一定帮你争过来 这五皇子虽从小天资聪颖 但十岁中了毒 也是个废人了 就算天资聪颖 如今可不还是靠着太医院给续命 那女儿 嫁给五皇子 五皇子他 二哥不用担心 我自有打算 还不是因为父王冲动惹太后发怒 被逼无奈把自己卖了 不过这也是一个机会 和自己的两个仇人穿越过来 我不得不小心翼翼 只有改变自己的处境才能生存下去 二哥对我虽好 却即将去往军中 父王 不过是假仁慈罢了 说不定五皇子就是我的机会 二哥能为妹妹考虑到这些 妹妹感激不尽 二哥没用 连定好的夫婿 都被三妹抢走 也无力改变太后口谕 丑子居然让我来看着这大小姐 考得我还要来挺墙角 二哥觉得我嫁给五皇子很委屈 你是我的宝妹 我自有从今 就是为了能博得一席之地 让你有依靠 可是皇家 居然将你许配给一个病秧子 二哥 传闻到底是传闻 谁知道五皇子身体究竟怎么样了 退一万步讲 就算我嫁过去做了寡妇 也比在八皇子那儿 应付成群的妻妾强啊 这兄妹两个胆子可真大呀 不知道主子要是知道这句话 会有什么反应 妹妹说的也是 你能想到这样开 为兄很是愧疚 那是 瞧瞧你妹妹多明白剔头啊 哪儿像你 你说那沐王府的大小姐 说服了他哥哥 是 而且沐王府二公子说 主子身体不好 本皇子身体不好天下皆知 那大小姐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 他说嫁给主子 比嫁给八皇子强 就算是 最后当了寡妇 完了 主子不会生气了吧 倒是个有趣的人 江言 明天给我好好查查 这位大小姐 事无巨细 你真打算娶这位大小姐啊 有何不可 母妃 你看这是好看吗 好看 真不愧是我的女儿 比那柳双双好处百倍 夫人 二小姐把皇子到府上了 好看 真不愧是我的女儿 比那柳双双好处百倍 夫人 二小姐把皇子到府上了 见过王妃 没打招呼就来了 多有叨扰 八皇子可真是折煞切身了 快快 请坐 本皇子此次来 是因得了个好东西 小四 拿上来 是 这是上品的冬珠 本皇子觉得很配晓晓 这 晓晓 还不快谢过八皇子 谢 谢八皇子 八皇子 这会儿阳光正好 让晓晓陪您去花园转转吧 嗯 晓晓我们走吧 嗯 这八皇子竟对晓晓如此上心 看来 这亲事是十拿九稳了 这样一来 我在府中的地位定是更稳当 那些不服我坐上正妃之位的人 也无话可说 好女儿可全靠你了 怎么样 皇上什么时候给我们下旨资婚呢 急什么 我已经跟皇祖母说了 迟早的事都是你 到这个世界后我都没碰过你了 瞧你好急的 成亲之后你想怎样都行 好晓晓 我等不及了 咱们找个地方亲热一下 你看你母亲连下人都带走了 可不 哎呀 你真是 来 快点 嗯 你不也想着我吗 哎呀 你慢点 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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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这么大胆 敢在慕王府花园里交购 啊 啊 居然是八皇子和柳二小姐啊 哼 这两位啊 可真是大胆加不要脸 正好凑出一对 哎 比起来 这柳大小姐 可比这二小姐好出十条街啊 哎 对了 这大小姐马上是主子的正妃了 不如帮她一把 嗯 谁 有刺客 哎 人呢 在哪儿呢 明明看到刺客到了花园房下 怎么没了 居然敢到我慕王府兴奋 给我搜 决地三尺要给我找出来 是 是 哼 我的清宫可不是盖的 怎么可能被你们找到呢 去那边看看 哦 到我假身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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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那个不知廉耻的痛心 敢在我慕王府兴如此误会之时 嗯 慕王爷 叫人都退下 这 嗯 都给我退下 是 今日之事若有人乱抢医去 不怪本王兴开手了 王皇子 下人已经下去了 这 小小 刘小小啊 你 王皇子 下人已经下去了 这 小小 刘小小啊 你 就是这样 后来八皇子说 要进宫让皇上赐婚 慕王爷才罢休 如此的话 江言 随我进宫 楚阳 你如今形势半点分寸都没有 婚约的事已是你有错在先 你 慕王为国蜀鞭 你却在他府中干出这等事 你是把人家当软尸子了不成 皇上 五皇子求见 啊 楚修来了 快 让他进来 八千父皇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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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快坐下 你身体不好啊 这些虚礼不用手 楚阳 你还不给朕回去思过 是 禀鞭子 父皇 礼 礼不可费 儿臣 不能像其他兄弟一样替父皇分忧 也是够愧疚了 若是连礼都信不得 那儿臣在世间活着还有何意义 修儿 这些年 委屈你了 来人 你指 册封五皇子 同处修为齐王 十亿一万户 允其长居京城 赐王府一座 母王府长女柳双双 德荣兼备 贤良淑德 赐家齐王 年底成婚 是 是 来 快起来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谢父皇 殿下小心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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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Fans 诶 主子可真会妆 这么多年 听天下人玩于鼓掌之中 再会妆也不及你 怕自己化得连妈都不认得了 真丑 啊 很丑吗 我觉得我这次一种很成功啊 丑 圣旨到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自闻穆王府柳怀明长女柳双双 贤良淑德 温良敦厚 朕闻之甚曰 今五皇子齐王同储修 以逢试婚之时 柳双双与五皇子乃天作之和 特此二人于年底完婚 亲此 柳双双接旨 奴才就恭喜七王妃了 劳烦公公了 柳成 送公公出福 是 谢过王爷了 双双 圣旨赐婚 母妃恭喜你了 放心 母妃一定给你准备丰厚的嫁妆 父王 双双此次是圣旨赐婚 儿臣以为这份嫁妆 只能仅次于太子妃的分离 景航说得有道理 王爷 小小以后也是要嫁给八皇子的 照这规矩 府里可就要揭不开锅了 如果你不行 刘策妃或许可以 就这样吧 我先走了 景航啊 照顾好你妹妹 是 恭送父王 妹妹 真是恭喜你了 二哥 你犯不着为我得罪他 二哥 二哥今后的婚事 还需他来张罗 你犯不着为我得罪他 放心 二哥的婚事 还轮不到他来做主 在陌生的地方 有人护着自己 真好 二哥 可惜这是古代 不能越举 不然真想抱抱这位兄长 给 这是报酬 先生 是京城最有名的说书人 就拜托了 哎哟 公子 这事您就放心 保证明天 星辰没一个人不知道的 哎哎 我还听说啊 他在花园跟八皇子 哗 真的呀 哎哎 还有啊 父王 帮帮女儿吧 女儿要是顶着这种帽子 嫁给八皇子 女儿宁愿去死啊 胡闹 摄影至此 还不是自作自首 都是柳双双那个 如果不是他 我怎么会这样 又不是我抢的八皇子 晓晓 王爷息怒 小晓 她还不懂事 一句不懂事 就可以辱骂长姐 还丢进我王府颜面 看你教主的好女儿 给我尽聪半年 大小姐 外面都传遍了 说二小姐欺负你 还抢了您的婚事 哦 还有这等事 说给我听听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街上走着 见一位说书先生 他说 我一听 是关于咱们府里的事啊 于是我就走上前去 哇 这一听 还真是 那位二小姐 原来是这样的人呢 议论的人可真多 旁边的一位婶婶告诉我说 这一次啊 那位二小姐怕事 哦 对了 还有当时啊 我听到那个人 巧儿还真的是 很有活力呢 还有人说 二小姐品行不端 在王府公然勾引八皇子 王爷还把二小姐 禁足半年 巧儿 此话定不要再说起 被别人听去就麻烦了 啊 大小姐 是奴婢不好 不该说这些的 我没怪你 你做得很好 以后府里有什么消息 你都要留意 然后禀报给我 只不过注意谨言慎行就好 奴婢罪命 不过 我那妹妹定不会甘心外人议论 肯定会有所行动 都是你 柳双双你个X人 如果不是你 我怎会落得如此静定 我绝不会罢休的 绿梅 给我找个小丝 再给我找瓶卖药 是 柳双双 我要你跟我一样的下场 小姐 小姐 晚饭来了 今天的菜看起来很不错啊 是啊 今天去拿饭 碰到绿梅 她说厨房做多了 就给我们很多菜 唐妈妈 你说这菜是谁送来的 今天去拿饭碰到绿梅 她说厨房做多了 就给我们很多菜 唐妈妈 你说这菜是谁送来的 绿梅啊 就是二小姐的丫鬟 哦 是吗 我不是很饿 把饭菜倒掉吧 为什么呀 小姐 没什么 只是不饿而已 好不容易有这么多菜 小姐怎么就不吃呢 不吃 浪费粮食 是啊 那么多菜全到了哟 知道了 姜妍 你现在就去慕王府看着她 啊 现在啊 大晚上的人都睡了 而且还这么冷 你去不去 讲真 不想 扣公钱 我去 对了 帮我烧个东西 把这个给她 啊 啊 啊 齐王令 好了 快去吧 哦 是 我 居然把齐王令都给她了 看来是真的上心了呀 啊 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事 大小姐 您可别怪我 我会好好伺候你的 大小姐 你可别怪小的 嗯 什么 原来你在这儿啊 大小姐 大小姐 你吃了那药肯定很不舒服吧 就让小的来 爸 爸 爸 爹 哦 还好及时赶到 你是 我 有了 我是童楚修 哦 你是童楚修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正巧路过这里 看到你需要帮助 就顺便帮你收拾坏人吗 哎呀 我在说什么呀 是吗 那就麻烦你了 童楚修 好嘞 绑人我可在行了 居然骗过去了 黄子对绑人擅长 让你童楚修大晚上让我出来 我也要争争你 好了 就让他这样吊着吧 接下来就看你明天的了 谢谢 不管你是谁派来的 都要感谢你 哎 被发现了吗 呃 没有人派我 我知道你不是他 你不用装了 不过 还是谢谢你 哎 是真也不早了 你也回去睡吧 哎 哎 哎 突然有点挫败感 对了 哎 忘了给你个东西啊 嗯 这是别人托我给你的啊 可以保护你哦 哦 哎 就这样啦 我走喽 令牌 齐 齐王 彤楚修 哎 就这样啦 我走喽 令牌 齐 齐王 彤楚修 这个人是彤楚修派来的 还未成亲就把令牌给了我 这是何用意 在这陌生的世界 有这样一个素未谋面的靠山 究竟是福是祸 爹 女儿给您请安 请安 那你这是 父王 这人昨日闯入女儿房间 欲对女儿行不轨之事 你 你这奴才勾胆包天哪 老爷饶命啊 是 小的是说二小姐指使他 大清早的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吵 二小姐指使你 此话当真 当个诬陷的话 可是最佳一等 我 我 是大小姐 买通我无奖二小姐的 我实在良心过不去 决定说实话 姐姐 妹妹做错了什么 天人的姐姐如此诬陷我 我早就买通了这小丝 万一计划失败就这样说 不然就杀她全家 看你这次还能逃掉 双双啊 你真是让我失望 糟糕 居然被吓透了 这个小丝被她买通了 你胡说 父王 姐姐真的过分了 铁正如山居然还狡辩诬陷 柳双双 你这心机可真是藏得深 父王 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够了 事到如今你还嘴硬 是我对你缺乏观俏了 来人哪 给大小姐上加法 是 牧王府加法 重打五十大半 之前在跟巧儿闲聊的时候得知 一半人都接受不了 更何况我这身体 父王竟如此狠心待我 这到底是教育王 还是顺带杀鸡儆猴 大小姐 请吧 老爷 不要啊 贤王妃临终前特地嘱咐 要好好照顾小姐 您都忘了吗 就是因为答应过贤王妃 所以才要好好管教她 身为张姐 心思竟如此狠多 你不过是个下人 也敢再次大呼小叫 来人哪 把她拉下去 老爷 唐妈妈 你们放开她 大小姐 别让小的为难 放开我 唐妈 什么东西啊 拿过来 老爷 给 这是 完了 这些事就算过去了 又要再提 父王 您在干什么 本来这些就该管教管教的 可您居然 你懂什么 是狱子的齐王妃 什么 这又是她怎么搞到的老实的令牌 居然又让她逃过了 我从来不屑玩这些小把戏 父王 请您相信女儿 是那小厮擅闯我采和轩 来人哪 把这个狗奴才拖下去 乱棍打死 是 是 我从来不屑玩这些小把戏 父王 请您相信女儿 是那小厮擅闯我采和轩 来人哪 把这个狗奴才拖下去 乱棍打死 是 王爷饶命啊 小的再也不敢了 饶命啊王爷 大小姐 奴才错了 救命啊 饶命啊 奴才再也不敢了 饶命啊 奴才再也不敢了 父王 姐姐如此诬蔑我 她是理应被罚的 让你们闹矛盾的罪魁祸首 已经处理 这件事就过去了 至于双双你啊 好生收着这令牌 以后和你妹妹好好相处 是 父王 好好相处 这谈何容易啊 方妃 女孩子喜欢什么礼物 小姐您说什么呢 您也是女孩子呀 我怕我想的片面了 嗯 衣服 手势 胭脂 乐器 美男子 金钱 地位 权力 嗯 应该就这些了 没想到方妃喜欢这么多 不 不是的 奴婢只是嫁人 才不敢奢望这些 没事 人嘛 总要有些念想 你们跟了我 我会对你们负责 你们看上哪家的良人 尽管告诉我 我替你们做主 我替你们做主 小姐 风飞你别哭啊 谢谢小姐 小姐 二少爷来了 二哥 谢谢小姐 那奴婢就先退下了 嗯 下去吧 双双 我听说有人夜闯彩和轩 你没事吧 嘿嘿 没事没事 你妹妹伸手可不是盖的 嘿嘿嘿 好 我妹妹真棒 不过到底还是要防范一下 我带了两个人给你 水墨丹青 出来吧 奴婢水墨 善精深搏斗 索绝皆是杀招 奴婢丹青 善医术 毒和跟踪 见过大小姐 这 谢谢二哥 不谢 这两人 都是我在军中训练的人 他们跟着你 我才放心 是的 大小姐 请您相信我们的能力 他这是 丹青擅长跟踪 很敏锐 应该是发现了些什么 并且他擅长用毒 相信他可以解决问题 好凶啊 小爷不陪你玩的 可恶 跑得好快 丹青回来了 大小姐 您屋顶有人监视 那人轻功了得的 奴婢一时追踪不到 请大小姐恕罪 无妨 辛苦你了 应该是齐王那边监视的人 如此在我身上花心思 且不知是福是祸 你说你是被一个小姑娘发现的 是啊 可凶啊 内毒标搜搜搜搜搜的 刘景航从军中带来的人 伸手自然不凡 你以后就不用去了 目前看来 这大小姐倒是个不错的澄清对象 哎 何止是不错啊 殿下 那大小姐聪明灵灵有胆识 还生得千交百妹 跟年龄不相符的沉稳 仿佛有看透人的魔力一样 殿下 那大小姐聪明灵灵有胆识 还生得千交百妹 跟年龄不相符的沉稳 仿佛有看透人的魔力一样 是吗 你倒是说说 你还观察出了什么魔力 我好像说错话了 魔魔魔力 好强的醋味 我就不说 你自己的女人 你自己去看啊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臭小子敢这样跟我说话 下次派你去茅厕鼠门 啊 大小姐 大小小姐 这是 她们是水墨和丹青 眼角有致的是水墨 你们认识一下吧 大小姐 巧儿做错了什么 巧儿以后会改的 求大小姐不要碰进巧儿 啊 啊 不是了 水墨丹青是二哥派来的 不是要抛弃巧儿了 水墨丹青 这是桃妈妈 方飞和巧儿 见过各位姐姐 小姐两个丫头在 咱们采和轩可算是要闹起来了 巧儿 你为我准备些外出用的东西 啊 是 大小姐是要出府 嗯 跟二哥说好去集市买些物事 双双可以出发了 程叔已经在那边等着了 嗯 我们走 哇 今天集市的人好多啊 双双九位出府 一府一次 正好 带她去逛逛 想来 自从母亲走后 我们兄妹相依为命 一起长大 为了有力量保护双双 这些年跟着父亲大哥 征战在外 竟也好久没有见双双了 这些年双双不知在府中 受过多少欺负 我这个当兄长的 也是太失职了 双双 嗯 二哥 怎么了 都是二哥没有保护好你 这些年 让你受那么多欺负 以后二哥 会常回京城 你有什么委屈 尽管说 哥哥绝对会保护你 二哥 刘锦航是这具身体的亲哥哥 却也让我感受到了亲人的感觉 上一世 我只有一个继母带来的妹妹 这是上天的馈赠吗 如果上一世 我有这样的兄长 说不定就不会那么不幸 双双 我们到了 之前听你说想买些首饰 我找了一家京城最好的店 就在前面 这里行人众多 我们就走过去吧 走吧 嘿哟 欢迎二位 二位 是第一次来琳琅阁吧 二位真是敢瞧 昨儿才新感知了一批好东西 我们琳琅阁的工匠 可都是京城里数一数二的 选用的金银珠宝玛瑙翡 也是上品 在琳琅阁买东西 您甭担心 本店在京城已经开了几十年了 信誉极好 若是二位不信 可以问一问 谁不知道我们家 这个伙计好能说 双双 我们快进去吧 走吧 二哥 这位客官看起来文质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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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文质彬彬 这位环境真好 你喜欢就好 有什么想要的就告诉二哥 小的看小姐天生丽质 正巧本店刚进了些新品 小姐要不要试试 有什么新品 这是昨儿刚从工匠那里送来的 巧夺天工 小姐生的好项目 就是缺了些饰品 这只凤凰鱼飞 另能让小姐锦上添花 凤凰鱼飞 会会其语 有凤来一息 见则天下安宁 小姐 看您通身的气质 出水芙蓉一般的像 再配上这金钗凤凰鱼飞 哈哈 说您是王妃 也不为过啊 这伙计说话天花乱坠 眼神倒挺准 小姐可不就是齐王妃吗 小姐 小丹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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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双双喜欢 哥哥都会买给你 我一直在军中都不曾买给你什么东西 就当这是哥哥的补偿吧 那几个都要了 这些都包起来 好嘞 二哥 陶妈妈 这是我在集市上给你挑的布料 巧儿 我给你挑了个镯子 你看喜欢不 小姐 这万万使不得 老奴年迈哪用得着这么好的布料啊 陶妈妈 你就收下吧 要不是有陶妈妈 这些年我在王府中的日子定是无比艰难 那日我被父王罚 是你护住了我 我会一直记得的 是 小姐 这才对嘛 来 丹青 这是给你喝水墨的 多谢小姐 小姐自从生了大病后 性格就变了 本来很是担心 现在看来真的是小姐想开了 现在小姐变得这么有活力 想必王妃在天之灵也很开心呢 王妃 望您在天之灵保佑小姐 想必王妃在天之灵也很开心呢 想必王妃在天之灵也很开心呢 王妃 望您在天之灵保佑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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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康康 一生顺遂 再不受小人所害 再不受小人所害 柳双双那个贱人 柳双双那个贱人 不过是挣着兄长回来 就这么嘚瑟地出门采买 等他二哥回了军营 看他还能这么蹦荡 小姐 小姐 臭什么 有话就说 大小姐来了 什么 小小 最近怎么样 没打招呼就来了 可别怪姐姐 姐姐 你也知道没打招呼就来不礼貌啊 是姐姐不对 不过姐姐上街采买时 见有件东西很适合你 特地给你带来 琳琅阁的凤凰鱼飞 妹妹国色天香 这支金钗跟你肯定很配 姐姐突然送我这金钗 可是安得什么心 可恶 太度真差劲 要不是因为这是昨天二哥买的最便宜的一个首饰 我才不给你 我只是想跟妹妹聊聊最近的事 进一步说话 行啊 阿春 你先出去吧 我要跟姐姐单独聊聊 是 水墨 你也先出去吧 可是水墨要贴身保护小姐 这是二妹妹的宜兰园 不会有什么意外 你先在外面候着吧 是 小姐 你这是从哪弄来的忠心丫鬟 好像我这宜兰园 是什么虎狼之地一样 她昨日才进府 不懂规矩 让妹妹见笑了 现在可是没外人了 不用装了 说说你要干什么 哼 做了十几年的姐妹 我还不清楚你 也好 我就敞开天窗说亮话 我们以前的确有一笔糊涂账 但现在不一样了 哦 你倒是说说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时代是历史上没有的架空时代 而沐王府与皇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半军如半虎 稍有差池就小命不保 万一出了什么事 和父亲的仕途比起来 我 你 你母妃都可以随时牺牲 那又如何 童楚阳还没和你提亲吧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 皇上也会给她安排别的人当王妃 不是吗 关你什么事 六双双 说了一大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说什么 萧萧你还不懂吗 我这趟来 就是想和你兵释前嫌 身处异事 尽管你我有些嫌隙 也是有血缘的姐妹 难道不该相互扶持 共渡难关吗 萧萧 若是我没有诚意 今日也不会主动和你和解 若是你不嫌弃 就收下这礼物 之前的事就随她去 好吗 这样啊 既然姐姐都能放下前程往事 做妹妹的 岂有拒绝之礼 这礼物我就收下了 真是麻烦姐姐了 妹妹能这样想就好 小姐 为什么您要给二小姐送东西 二小姐明明 你不用担心 我次有打算 双双 小姐 为什么您要给二小姐送东西 二小姐明明 你不用担心 我次有打算 双双 二哥你怎么来了 我听巧儿说 你去了宜兰园 而且还把那凤凰鱼飞 给了柳小小 那是因为 哎 巧儿啊 你这碎嘴子的习惯 什么时候改改啊 柳小小威胁你了 居然让你把你最喜欢的东西给了她 那可是我买给自己妹妹的 呃 那才不是我顶喜欢的东西呢 我最喜欢的 是二哥昨日给我挑选的镯子 一直都戴着 而且 送她礼物 我也是另有打算 哦 你有什么打算 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会送她东西 让她放松警惕 哦 原来如此 妹妹想去做什么 尽管去做 哥哥帮你撑腰 万事俱备 不过现在 还需要某个人 哦 是谁 就是 刘侧妃 今日突然请您来 真是麻烦您了 大小姐严重了 之前大小姐病重 妾身本就该来看您 只不过竹木执掌中愧 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向她禀报 她若拦着 妾身 连秋童院都出不去 多谢刘侧妃的关心 今日请您来 是想同您叙叙旧 这刘侧妃是慕王府大公子的母妃 和二哥同在边关首位 大公子 大公子虽是王府长子 但却是庶子 想必刘侧妃处境也不是多好 二哥说 每次入冬济棉衣 刘侧妃都会给二哥准备一份 刘侧妃虽看起来与世无争 但却知道与身为嫡子的二哥打好关系 定不是个笨的 切身力量微薄 只能偶尔尽紧绵薄之力罢了 要想计划实现 必须要这刘侧妃帮忙 难为侧妃您了 王府现在这种情况 侧妃能惦记我们 我和二哥都很感激您 现在重要的就是 跟刘侧妃迅速混熟 大小姐真是客气了 刘侧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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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姐 二小姐请您一同出门置办一些物食 瞧我这记性 差点忘了 我马上去 二小姐 她不是与大小姐你 亲姐妹没有隔夜愁吗 妹妹应该也是想通了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对了 侧妃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这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跟小小一起 王妃不会怪罪的 这 这 果然还是 侧妃 去吗 大小姐您真是 那就这一次 太好了 最近开了很多店 我带侧妃去逛 计划开始 抱歉 让妹妹久等了 无妨 我也刚到 妹妹 这次出府 刘侧妃也跟我们一起 妹妹不会介意吧 见过儿小姐 欣欣作态 姐姐 要走就赶紧走吧 别因为不相干的人浪费了时间 这姿态 哪像一个王妇小姐 真是上梁不争 下梁歪 侧妃别生气了 是我不好 本是想一起去散心 没曾想小小她 大小姐 这怎会是你的错 就算是平日里 她何曾把我看作侧妃 这次邀你去采买 指不定打着什么主意 大小姐 你放心 今天只要有我在 就不会让你受一丝委屈 好了 今天能跟侧妃一起出来 就很开心了 我们快走吧 大小姐 你就是太善良 罢了 走吧 侧妃 这一片情事我最近常来 有不少好铺子 正好带您逛逛 的确不错 大小姐 您看这件裙子 多精致呢 应该是很配你 夫人真是好眼力 这件水舞裙 可是今儿一早就送来的 您看这料子 都是上等的沙线做的 绣的花样 还请了苏州的绣娘 花了十日才绣成 看小姐这美貌 穿上定会惊艳全场 好 大小姐 我看这壁子说的不假 你快去试试吧 哟 这是得了什么好东西啊 二小姐 这两天干换季了 正是天衣上的日子 依奴婢看 刘侧妃手上这一件 就不错 我看这也是 二小姐 你这是做什么 放肆 你没听到我们小姐喜欢这裙子 要买下来 哼 这是何道理 这件水舞裙 明明是我们先拿到 偏偏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再要夺走这裙子 这沐王府的二小姐 也太不讲理了点吧 沐王府二小姐 他不是 传闻说呀 真是啊 恶 血口喷人 我什么时候说要躲躲这衣服呢 刘侧妃 小姐 锦绣庄素来脆奖灰君 买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先来后道不是 这件水舞裙是这两位先看上的 如若他们不满意 自然就轮到小姐了 锦绣庄素来脆奖灰君 买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先来后道不是 这件水舞裙是这两位先看上的 如若他们不满意 自然就轮到小姐了 一件裙子而已 我才不稀罕别人剩下了 而且就算给他们 我看他们也买不起 小小 你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板 这几位客人起了争执 没想到慕王府大小姐光临本殿 实在是蓬鼻生辉啊 本殿招呼不中 没想到让各位起了争执 还望各位海寒哪 什么 她就是慕王府的那个大小姐 愿意嫁给五皇子的那个大小姐 对不住老板 今日是我妹妹不懂事 这大小姐果然如传言一样 聪慧善良 就是那二小姐 居然大街上欺负清姐姐 大小姐被二小姐欺负 我 王爷不好了 王妃被人欺负了 阿咪 江云 江云 你要干嘛 王爷啊 那个 我露过锦绣庄 看到慕王府大小姐 在锦绣庄被她妹妹欺负了 糟糕 怎么正好碰到王爷和阿淼 培养感情的时候啊 谁欺负谁啊 柳小小欺负柳双双 对啊 我当时买桂花糕路过锦绣庄 就看见一堆人围着议论 那鬼机灵的柳双双 会由着被个绣花枕头欺负 你忘了怎么被耍得团团转了 估计那柳小小要倒大没了 也是 忘了那大小姐不是一般的狡猾 狡猾 江云 你是不是挺闲的 还不快看你的茅厕去 啊 王爷不要啊 这几天都守着茅厕 我都吃不下饭了 我要带着桂花糕头坑自尽 把桂花糕留下 承承能耳穆王爷 沙场决战不手软 庆中闻名穆王府后院失火无人管 刘晓晓晓 刘晓晓 你好大的能耐啊 能让我沐王府的名誉 添落至此 之前谈和我的折子还没迟 你又因为一件衣服 闹得满城风雨 父王 女儿 女儿不是故意的 都是柳双双 又不是以为她 我才 是我这些年太过纵容你了 以前当年是海小铺董事 但是你莫要忘记 你还是王府的千金 代表的是我整个母王府 如今 你让整个王府受七尺大主 让威府湮灭无存 这个家 你带不下去了 什么 你敢拦我 王妃要见王爷 难不成你也要拦 王妃息怒 王爷说了不见任何人 奴才也是按王爷的吩咐啊 你 哼 姐姐这又是何苦 王爷正在气头上 谁来求情都是火上浇油 此事已成定局 姐姐在这做无用功 岂不叫人耻笑 你胡说 王爷一直把小小碰在心尖上 怎会舍得如此对待小小 姐姐 你还是不明白啊 二小姐现在丢的 可是慕王府的脸 王爷已经决定 要把二小姐送到善修安了 王爷 王爷 王爷怎么会 不可能 姐姐常跪于此也是无济于事 王爷还在书房等着妾身淹没 妹妹就先回了 至于二小姐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王爷妾身回来了 嗯 亲来吧 事到如今 就着还想求情 当真是本王平日里 对他们母女太过纵容 姐姐也是太过溺爱 冲昏了头脑 王爷你无需为他们求情 这次 就是要让他们长长记性 不过 你往日与双双也不亲密 为何今日频繁来往安 啊 啊 大小姐是想向妾身学些女工 为您做些小物价 嗯 双双想送本王东西 对 大小姐说她之前大病一场之后 很多事记不清楚 连绣花都忘了怎么绣 想为您做些小物价 却有力不从心 知道妾身擅长这个 大小姐便找到妾身学习 虽然还是有些青涩 但这也是大小姐的一片心意 哎 先王妃走了之后 本王不免冷落了双双 可这孩子居然还 是本王疏忽了 王儿 你辛苦了 王后你多提点双双 我也就放心了 是 王爷 哎 武王府这次可算是倒了大美 上奏的折子全是谈和慕王一谈 慕王昨日被陛下责令 在府中闭门反省 恐怕 皇上召回刘景航回京 还封了票棋将军 却不辞柴子和金业 不可说 不可说 这次 看来皇上是要对王府下手了 柳将军请留步 将军啊 我家主子邀您一同乘车 请问阁下是 本王进宫办事 正巧遇见将军 柳将军别来无恙 微臣见过齐王殿下 齐王 他找我干什么 免礼 正巧本王与将军顺路 不妨本王送将军一程 这 谢过齐王殿下 将军不必客气 还快请进 齐王客气了 不知王爷将微臣叫来 是有何吩咐 将军多虑了 本王不过是看太阳太大 担心一路走回去 将军伤了身子 多谢王爷好意 微臣在边关 早已习惯烈日炎炎 若是一点太阳都受不了 岂不是成了闺中姑娘 呵呵呵呵 是本王疏忽 忘了将军是杀伐决断 铁骨称称的汉子了 客户啊 这是在变着发骂我娇娇肉肉 像个娘们吗 社妹即将成为您的王妃 这是慕王府的荣耀 只不过社妹也是我们慕王府的掌上明珠 还望王爷您能好好对待双双 早就听闻将军宠爱妹妹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放心 本王既答应了将军好好照顾王妃 就定然一言九鼎 多谢王爷成全 今后若有需要帮助 刘某定鼎立相 不知道刘侧妃现在在不在府中 今天想再练习一下绣手卷 多谢齐王殿下 再刘某一程 王爷可要来府中稍作片刻 齐王殿下 要娶我呢 不过的那个五皇子同处休 他怎么会来慕王府 还跟二哥在一起 谢将军好意 不过本王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就不打扰了 看到我了 既然王爷有要事 刘某就不多留了 王爷闲下时随时可来府一聚 下次本王再来府拜访 将军不用送了 送齐王殿下 王爷 你方才怎么不进去啊 算了吧 跟那刘锦航说了一会儿 话弄得我脑子疼 我还是等他不在幕府的时候去比较好 对了王爷 刚才我可是看到王妃在偷看你 觉得王妃怎么样 看着倒是挺聪明伶俐的 王爷 你直接说挺喜欢的不就行了吗 手毛策加时半月 啊 那个人就是童楚修吗 双双 你怎么在这儿站着 啊 我刚路过来着 父王被责令在府中自行 弹劾的折子让天子震怒 恐怕这次不是小事了 陛下这次就只王府近日发生的事不放 肯定会有所动作 唉 我即将回边关 实在放心不下你 二哥不在 双双你定要照顾好自己 切莫受了委屈 即使二哥不说 也能猜得到陛下想要的就是 兵权 父王战功赫赫又混迹官场 自古以来最继功高盖主 柳小小出了事 正好顺了陛下心意 好顺理成章地夺走兵权 至于童楚阳 毕竟是自己儿子 怎会重罚 怪不得说半君如半虎 只期望陛下念着慕王府的开国功勋 不要赶尽杀绝 退朝到现在 没吃东西 所以 我去看看饭好了没 好丢人 唐妈妈 大小姐您怎么来了 今天二哥要在彩和轩吃饭 我要亲自下厨 这 大小姐您是千金之趣 怎么能干这种粗活 还是奴婢来 不用担心 帮我生火吧 准备新鲜的鸡蛋 云嫩绿的韭菜 筷子顺时针打散鸡蛋 热锅冷油 油温到达七成热 倒入蛋液 加入韭菜充分翻炒 鲜嫩的豆腐加上鲜红的辣椒 是绝上色彩的小兽 小姐好厉害 一般般了 二哥久等了 可以开饭了 这些都是我做的哦 时间有限 时间有限做的比较仓促 看起来好棒 这都是你做的吗 当然了 亲手制作 二哥你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那就让我看一下妹妹的厨艺怎么样 嗯好吃 真的吗 二哥喜欢就好 超级美味 二哥在边关会想死妹妹做的饭的 二哥能喜欢就好 慢点吃